貓咪造型的酥餅 以在地特色食材 茶 肉松 糯米的特殊性及香氣 搭配有點黏又不太黏的內餡 大稻城百年餅鋪 推出職人手作新台派糕點貓派 搭配三款街屋造型禮盒 可愛又文青 為什麼要叫做貓派 最主要是因為說 我們這個層層的酥皮 再加上裡面有一個獨特的內餡 麻糬口感這樣 有一點黏又不會太黏 那這樣就好像是一個貓的個性 所以我們就把它取名一個貓派 那另外這個餅有一個特別的 一個貓的臉的一個外型 那它有三種口味 有原味 有包種茶 然後另外包種茶裡面 包的是黑糖的麻糬 再第三種口味 就是我們用隔壁的 江激滑融的肉松 再加上這個鹹蛋黃 就是可以蹦出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鹹派的感覺這樣子 大稻城是台灣南北貨 著名集散地 因為有不少店家養貓 而有了貓街之稱 從傳統南北貨店家到文創旅店 都能見到他們可愛的身影 因此餅鋪特別製作貓派散佈地圖 讓消費者可以探班貓店長可愛模樣 大稻城就是一個老街 有許多的一個一棟一棟的老街屋 那我們這一次就做出 用這種街屋形象的一個造型 搭配了這一個大稻城 上面有許多的貓店長 很可愛的這些貓店長 他們就是有鎮宅抓肉 守財庫這樣的一個形象 我們就是把這樣的結合在一起 邀請大家能夠來大稻城散步 帶著這個散步的廟屋 然後來找這些貓店長 可愛的貓店長 那這九隻貓分別在哪裡呢 我們就是做了一個貓地圖 那這樣的一個貓地圖 從這個李林鄉開始 帶著這樣的一個散步廟屋 裡面就帶著這個地圖 一尖一尖的去走這個大稻城 那變成說來到大稻城 又有一個新的軟性的議題 來了解這個大稻城的商業文化也好 來了解這個貓店長的很可愛的一面 大稻城啊 迪化街這邊 蠻多中藥南北貨店 他們都會養貓嘛 所以那這個貓 就是 養個貓幹嘛 就是抓老鼠嘛 所以它有一點就是去這一個 幫店家守護的概念 那也是守住店家的財庫嘛 那當然現在迪化街 上面不是只有中藥南北貨的店家養貓 還有這個旅館的野養貓 然後做這個魚丸的野養貓 然後還有攀岩的野養貓 那就變成了 它跟我們在地的商業文化特色 融合在一起 那大家來到迪化街 大稻城的時候 就是希望說大家看到我們在地的 產業以及文化特色 然後再加上美食點心 台派的新糕點 更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吃貓派 然後可以逛地化街 逛大稻城這樣 除了帶著貓派伴手禮 尋找貓店長 店家還舉辦 漫步貓街大稻城攝影比賽 入選者最高可獲1萬元獎金 及散步喵屋禮盒組 邀請民眾用自己的視角 記錄大稻城特有的商業風景 及電貓身影 記者李奇慧 台北報導